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在安华出任首相之前 长期被玩弄族群情绪的对手贴上各种负面标签 包括说安华没有办法捍卫马来人的权益 跟所谓反马来人的火箭成为盟友等等 让安华在马来社会的形象受损 昨天晚上安华在任相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上 就第一时间强调 他所领导的团结政府将会致力捍卫马来人 马来文 马来王室以及伊斯兰教的地位 但同时他所领导的政府也不会忽略所有族群和宗教的权益 总之没有人会被边缘化 至于副首相人选 安华他则是大卖官子说 副首相的人选还没有决定 不过他通常都是来自其他主要的联盟 也就是国阵以及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代表来担任 因为他们是除了西盟以外 团结政府当中最大的成员党 而安华今天正式打卡上班之后 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将会优先解决生活成本的问题 并且希望能够和相关人士尽快见面 商讨有关课题 首相安华走马上任的第一天 在警员的护送下 从雪舟双溪龙的住家出发到布城 而媒体大军早已驻守在外 一等安华现身马上拿起相机狂拍 安华则是全程面带笑容 和记者打完招呼后 官车就使进首相署 在一众官员和记者见证下 安华完成了任相后第一次打卡上班 接着他召开记者会表示 政府将优先解决我国人民生活成本 高涨的问题 他希望能和相关单位 尽快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我希望他们提供职务 在整个星期或在整个星期 我会明白 但如果他们有关系 我们可以考虑 但我相信 他们会认识 他们会明白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是 要认识 承识 我愿意去 窗户 然后 吃饭 穿着一身淡粉色马来装的安华 在午餐时间去到布城一间餐厅 瞬间引起在场民众的注意 纷纷要求合照握手 而安华也来者不惧 和民众打过招呼后 安华才坐下来用餐 结束用餐后 安华来到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 安华的新首相魅力无法挡 一抵达清真寺 就吸引大批民众争相和他握手合照 整个清真寺被人群挤满寸步难行 现场还有不少安华的支持者 不断高喊烈火莫西口号 场面壮观 首相安华今天下午在清真寺祈祷之后 那针对他声称 要缩减内阁阵容的这一件事 会不会配合这一项安排 然后自己兼任财政部长的职位呢 那对于记者的提问 安华就说 他将会探讨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呢 他并不会考虑这么做 另外在本届大选上这十个国会议席 但是只赢下一席的 国大党主席维纳斯瓦兰 就告诉马来报《阳光日报》 国大党虽然会遵守元首的预令 加入团结政府 但是也会坚持党的原则 不会要求任何的内阁部长职位 他同时也祝贺所有未来 能够入阁当部长的国会议员 好我们暂时打住来看下节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